2016年10月3号 百歌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来自中国报的评论 题为 红军上街如上班 晋舍蒙在上周六展开火炬型造势活动 却遇上红军拦路搞破坏 中国报曾子曰专栏作者曾子全认为 红军是奇葩 老百姓都在谈民不聊生 新一代在讲民主民权 红军却丝毫不关心 而捧红军的一些外文报 对于皇朝在线正面的字眼提都不提 或当它从来不存在 这些媒体现在已看不见批评时政的文字 只剩捧大脚的姿色分子 作者感叹 知识分子变姿色分子倒也罢了 想不到还真有读者捧场 把黄军当破坏分子 事实上红军上街如上班 不知为何而战 绝大部分大马人对他们高度反感 然而民主就是为明天而战 黄军如旭日东升 红军向夕阳西下 我们找不到不支持黄军的理由 接下来是来自新州日报的评论 题为用管制换取信任 首相署部长刘胜权上周公布 政治现金国家咨询委员会 对国内政治现金运作的改革建议 新州日报寥寥无几专栏作者张以乐 特别关注取消国会选区候选人开销 不可超过20万的顶限 作者质疑 这是否将导致选举国动 沦为一场毫无节制的砸钱竞赛 甚至变向鼓励金钱政治或会选买票的行为呢 再来是对禁止外国政治捐款的规定 显然是针对首相纳吉私人户口收取26亿的政治现金 做出了法律上的管制 然而管制中并不包括政治人物和家人财产公布的相关规定 因此作者建议 必须更多的管制和透明化 也就是对权力和金钱的运作设置更多障碍 唯有如此才能换来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重建政党和政治领袖的公信力 另外 之前来说 位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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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